金光闪闪的房子 在一座陡峭而且险峻的高山上 有一所房子 它就是小猴子的家 房子和其他的村庄 就这样被大山隔开了 小猴子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每天日出的时候 爬到屋后的大山顶上 因为在那里 它可以往远处看 而且每次都会看到一座金色的房子 非常的漂亮 那座金色的房子 有着金光闪闪的窗户 还有金色的屋顶 每次看到这里 小猴子总是羡慕不已 如果我能住进那座金色的房子 那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美丽的事情啊 终于有一天 小猴子下定决心 一定要去看看那栋金色的房子 于是它离开家 向着金色房子的方向跑去 走啊 走啊 小猴子走了很久 还没有到 看起来很短的距离 原来隔了很远很远 不过它并没有放弃 反而越走越有劲 小猴子最终来到了目的地 可是眼前 眼前并没有什么金色的房子 有的只是和自己的家一样的木头房 窗户是用木头做的 屋顶也是用茅草做的 看到的金色房子 跟自己的家没有什么不一样 小猴子很纳闷 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小松鼠走了过来 原来这座房子的主人就是小松鼠 于是小猴子就问小松鼠 你好 请问你有没有看到过一栋金色的房子 一栋金光闪闪的房子啊 小松鼠听了非常惊讶地回答说 呀 原来你也知道金色的房子呀 最后 小松鼠把小猴子带到了自己家的屋顶上 然后指着远处的一座金色的房子说 你看就在那 我每天都能看到 多么漂亮的房子 要是我能住在里面就好了 夕阳西下 阳光温柔地洒满大地 在远处那最高的高山上 也有着一栋金光闪闪的房子 小猴子觉得很好奇 他仔细看了又看 那里不是自己的家吗 哈哈 原来就是小猴子的家 原来他们都住在金色的房子里 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 自己的房子 那么